家里要换Touse的你 要选的磁砖太多太多 傻傻分不清楚 一个字 凡 Touse其实会分很多种 其中一种就是Ceramic Touse Ceramic Touse主要是用Clay和其他的成分做成的 因为Ceramic Touse它是用Clay来做的 所以它很容易邦也很容易碎 所以通常我们是很少用在地上的 我们通常都是用在墙地上面 Ceramic Touse它的花纹还有Battern是很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都通常会用在一些设计的上面 接下来Touse的种类就是Porsaline Touse Porsaline Touse通常我们是用来install在地上的 当然墙壁上我们也是可以用Porsaline Touse来install OK 另外一种就是叫做Glaze Porcelain Touse Glaze Porcelain Touse的话它的表面其实是print上去的 所以花的花纹它的那个设计就会比较多的选择 可是用久了过后那些纹路就可能会慢慢的不见 除此之外Touse的表面我们有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很raw的 很raw的表面的Touse通常我们都会放在室外 就是carporsche那些 第二种就是matte surface matte的表面的话我们通常会放在厨房 再接下来就是glossy的表面 glossy的表面就是光滑的表面 通常我们都会用在室内墙壁或者来做pitcher wall 最后一个Touse的种类就是terracotta Touse terracotta Touse通常是橙色或者是褐色的 它的硬度在全部的Touse来讲的话它是最硬的 然后通常我们都是会用在outdoor的carporsche 我是Newman的sy 如果你也在烦恼怎么选Touse的话 记得PM我们哟 拜拜